著名金馬影帝阮晶天近期傳出惡號 她的母親於5月21日因病此事 這位備受矚目的實力演員 一直被視為演藝圈孝子典範 與母親感情非常要好 母親離世的消息為她帶來巨大的打擊 阮晶天近年的演藝事業可謂風生隨起 去年她以電影《周楚楚三害一舉》 獲得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男主角 更入圍台北電影節十三項大獎 演技備受肯定 這部電影在大陸上映後 更創下30億台幣的驚人票房 只阮晶天的人氣再度飆升 各種工作邀約接踵而至 不過就在事業重新翻紅之際 她的母親卻因病需要專人照料 為了全心陪伴母親 這位被視為演藝圈孝子典範的阮晶天 不得不暂緩所有戲劇 電影和廣告等工作 尽管阮晶天事業正值高峰 但家人的重要性對她而言永遠高於事業 當消息傳出她母親已遇5月21日死事後 她的經理人雖然以力調方式證實這則二號 但也呼籲外界給予阮晶天和家人一些空間 盡心應對這個艱難的時刻 這位33歲的演技派隱晶 近年來的人生路途實在坎坷 就在三年前的疫情期間 她先後失去最親密的爺爺和奶奶 如今當事業重返巅峰 母親又離世的二號傳來 三年內竟然失去三位自親自愛 實在是雪上加霜 演藝圈前輩們文訓都紛紛向阮晶天 及其家人表達哀悼之意 大家無不讚嘆阮晶天自曉的孝順本色 過去經常在媒體上分享與母親的親密互動 絕對是演藝圈難得的孝子好兒郎 這段艱難時期 阮晶天必將專注在家人身邊 近代十日平復創傷 夜內人自無不期盼 這位實力派演員中仍早日重返工作 在現今正演技 為觀眾帶來更多精彩演出 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唷 感謝收看Linu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